嗨,欢迎收看《特密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不少人都看过叮当猫 相信大家最羡慕的可能是它有任意门 可以随时回到过去的能力 实际上,无论如何开挂的人生 我们总有一些后悔的事儿 总会引起回忆 特别想回到过去处理好那些后悔的事儿 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有对时光倒流可行性的研究 有不少学者认为时光可以倒流 有的觉得这是扯淡 而最近呢,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 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 那时光也真的可以倒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现在的你凭空穿越回到过去了 那最简单会发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会少了一个你 你回去的世界会多了一个你 根据世界关联的说法 你从这个世界消失 以及回到从前的世界 都会引起整个世界的改变 或许这种改变是微小的 但从根本上来说 的确是影响了两个世界的进程 或许啊,你还在想 哪有那么夸张啊 但是你是想 现在不只有你一个穿越时光回到过去 而是一百个人 一万个人呢 因此啊,有学者提出 其实时光倒流或许 其实现的基础就是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之间可能有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你选择时间节点 回到那个你想要改变的时间之前 然后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影响那个世界的你 从而达成自己的愿望 但因为多个平行宇宙的缘故 也就是你的生命存在了多种可能 这样不管你如何改变自己的现在和过去 都是平行宇宙中随机的一种可能 因此啊,才不会造成空间大乱套 造成整个世界的扭曲 毕竟如果只有一个世界和唯一的宇宙的话 那么时光倒流 猫子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对这样的观点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 留言与我讨论呢